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聞追追追 我們最來的最新的最新的 最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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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七愷 我是安宥祺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政治評論員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紀國棟 主持人三幸 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段一康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宏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羅志正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政人記者陳立鴻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為我們追真相 最到底的年代調查團 好 柯文哲在辦公室啊 疑似被切聽這個事情 發生了很多新的疑點 包括檢察官都已經找了 通訊S S說 我在白天去都沒有看到啊 為什麼晚上跑了一個 老鼠這個尾巴出來 包括蔡正言 他說喊 他說什麼 他是被栽贓 他說柯正寧是為了什麼 要掩飾說張檢視那個大嘴巴 洩漏這個資訊 所以找了老鼠這個尾巴 栽贓說他是竊聽 他是點名喔 所以選一範去找這個東西 有可能是誰 姚立鴻 簡離燕或者張景森 這故事聽起來有點精彩 可是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來討論一下 另外今天有內幕說什麼 蔡正寧為什麼急著去公布 柯文哲那個市政的這個 顧這個名單 他說因為本來有內幕說 今天辯論完之後 柯文哲證明要公布這個 甚至要造勢 把整個聲勢造起來 所以蔡正寧急著要破梗 是什麼 要影響柯文哲今天辯論的這個表現 不過很多人在問啊 這個打法會不會讓中間賢民跑掉 是影響反而傷到連勝文 來 請先幫我們追蹤一下 我們來看到其實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就講到了 包括了柯文哲本人 還有整個柯正寅 還有很多人都很好奇的是 到底為什麼連勝文的總幹事 蔡正元可以如此清楚的 掌握柯文哲的行程 甚至是柯文哲的顧問名單呢 難道光靠大嘴巴訊息 就可以這麼完整嗎 那麼但是到今天呢 蔡正元還是不肯多說 反而是說了兩套劇本來炮轟 柯文哲你根本就是在上演 新版的腳尾犯 什麼意思呢 先看到第一個版本啊 這個版本就是蔡正元之 我被設計了 怎麼一回事呢 主要就是因為呢 就檢方已經約談了一名電信人員 這個電信人員告訴大家說呢 其實他沒有印象在現場 有看到所謂的因緣線 但就奇怪啦 這張景深不是發現了嗎 檢渝燕已經發現了 所以蔡正元現在就告訴大家 其實老鼠尾的最大行李犯有三個人 一個是姚立民 一個是張景深 另外一個就是檢渝燕啊 說這三個人呢 為了要掩飾自己的陣營當中 出現了大嘴巴 所以臨時弄了一條線 就是要來栽贓我 你看蔡正元講的是多麼委屈 不過呢 這只是一個版本而已喔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來看到的是呢 蔡正元呢 在網路上面呢 找到了這一家公司 台灣都市更新公司的開會通知 他帶大家來看一看 他說開會通知上面就寫到了 開會地點是在三樓 聯絡地址呢 是在九樓 還留了一支聯絡電話是XX7637 他問問大家 會不會覺得其實還蠻面熟的呢 為什麼很面熟 因為這個三樓呢 就是發現竊聽設備的地方 而九樓呢 就是柯文哲的辦公室 而這一支電話號碼呢 其實就是檢醫院的測試號碼 而蔡正元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柯正元要不要先搞清楚啊 有沒有可能是台灣都市更新公司呢 同時租下了三樓跟九樓 而你在三樓發現這個老鼠尾呢 根本就不是竊聽設備 而是接九樓的分機線而已啦 但這個故事呢 好像有點不太合理耶 因為如果是要接分機的話 為什麼要用因緣線呢 而且兩個版本 你這樣看下來好像又有點矛盾喔 因為蔡正元你不是告訴大家 是臨時弄一條線要來栽贓你的嗎 但不管如何 其實柯正元在今天呢 也做出了回應 來看到林議員呢 是拿出了這台灣都市更新公司的一份聲明稿 告訴大家說呢 其實他們從來不曾使用過三樓 而至於蔡正元你的開會通知當中 寫的三樓跟九樓這個問題啊 是物質呢還是篡改呢 現在已經不可考了 而且回頭來看 柯文哲也再次強調 這自導自演就是不合邏輯啊 因為我民調是領先的 我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但不管怎麼樣啦 蔡正元現在就已經咬住了柯正銀了 而且據說呢 因為蔡正元這樣的舉動呢 哇 現在藍軍內部啊 是士氣大正 而且很多淺藍的民眾都已經歸對了 認為柯文哲已經從神壇掉到了泥巴池當中 所以你看看蔡正元這一次真的是 蔡大師等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不只呢 是把柯正銀內部搞得是一團亂啊 而且現在還因為這樣呢 藍營的選民都已經歸對了 這蔡正元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我們就來聽聽看蔡正元在今天的最新說法 兩顆竊聽器不見了 一條老鼠尾巴長出來了 這真有好笑的一件事情 證明說他們想要栽贓 結果老鼠尾巴栽贓到我頭上來 這好不意外 所以這是 我說這是腳尾犯2.0版 我們不願意在這個 技術面去爭議 我們只是說 有竊聽的裝置 或相關的設備 這是事實 從所有權可以看出來 台灣杜根公司和三樓都沒有關係 來 先問一下自證 我們先把真相追清楚 現在目前最新的就是 檢察官都找了通訊類者了嘛 他說會早上去 白天都沒有看到了 晚上為什麼出來 這是個真相 要注意再去追下去 第二個 現在看起來什麼 現在蔡正銀就跟著這個打上去 我們就要問他講的兩個事情 看起來是精彩的 這到底合不合理 他說什麼 那你名單導師說什麼 我公佈 就是你自己大嘴巴 更嚴重什麼 他就扣上去了 就是你要掩飾說你的機密外洩 包括被柯文哲罵 所以你們什麼 真的是弄了一個什麼 竊聽嗎 這聽起來有點精彩 問題是這樣的指控 合不合理啊 剛才提到所謂 從神壇掉到泥巴戰裡面 其實這就是他的戰略的目標 打泥巴戰嘛 換句話說本來我是落後的 現在透過泥巴戰之後 至少還可以互相抹黑 互相打泥巴 然後亂成一團 至少還有機會打平 所以泥巴戰 對這個真正正常的一個選舉 不是一個好的選舉方法 坦白講大家還是希望 能夠認真地聽聽這兩個候選人 對於政見 對整個市政的願景的一個提出 不過蔡水源其實不斷提出很多 甚至是矛盾的一些說法出來 其實理由很簡單 他從來沒有要說服所有的人 他只要說服一部分人 相信他就夠了 尤其他認為只要能夠說服 他本來想要說服那群 所謂藍軍的或者是 一些本來對柯文哲還有期待 突然間經過泥巴戰之後 覺得有一點點懷疑之後 就不再相信柯文哲那些人 他就夠了 即便你沒有很多的矛盾存在 其實你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我覺得 內部已經士氣大陣了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有打到目的 因為本來他本來就是落後的 所以他只要能夠往前 多進一步多進兩步 他都可以打 不過我想 現在是全民在辦案 每個人都根據他所掌握的東西 來做一定的推論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有人辦案 至少要兩個東西 一定是不可缺的 一個叫做事實的基礎 第二個叫做邏輯的一個基礎 因為推論要合合邏輯 符合常理的判斷 所以先談事實的部分 也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兩條因緣線在那邊 有的 是不是在不該再出現的地方 是的 至於誰放的 那是推論的部分 但是有沒有東西在那邊 有的 至於時間點 是在這個所謂通訊行老闆 檢查之後才放的 還是之前要先問一個問題 通訊行老闆講的話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講的是 他把檢查也不見得很仔細啊 你也知道很多老闆也跟 是隨便檢查一下就好啦 他沒有特別要注意那條 你介紹老闆來說 200%他確認白店沒有 這是他說的啦 所以要講說 他對之前要先確認 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才能從這邊推說 這個東西是在 11月4號之後才放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要先確認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整個推論過程裡面 要知道一個事實 就是說到底三樓 跟九樓有沒有關係 那都根公司 九樓都根公司已經講了嘛 他基本上跟三樓 從來沒有租過樓下這個三樓 也沒有這個轉電話的必要性了 這是一個事實 那因此呢 在三樓 把一個可以聽三樓東西的東西 決定是不正常的 那目的何在 大家可以推論 但這是事實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有人講那個什麼 柯文哲這個三月到六月常去 那邊上課 可是最近都沒有再去了 從七月之中沒再去了 那幹嘛去竊聽他 坦白講 要不要竊聽柯文哲 跟裝那條線沒有關係 柯文哲有沒有去那邊 因為搞不好我只想竊聽 你們所有通訊的內容 我並不是要聽柯文哲 那邊上什麼課啊 所以柯文哲最近有沒有去那個地方 跟最近有沒有竊聽這個必要 其實沒有任何的邏輯上的關係 回到另外一個 我常講兩個東西要切開來看 一個是有沒有竊聽這個事件 第二個呢 蔡振元這個PO網 把柯文哲內容PO出來這個事情 有沒有可能涉及非法的部分 那同樣事實跟邏輯 事實 柯文哲的東西 而且應該屬於他單獨的私人的東西 陣營的東西 有沒有留到蔡振元的手裡 有的 否則貼不出來嘛 那至於他怎麼來的 那只有幾種邏輯上的可能 一種呢是 就是廉振元這邊有所謂間諜啦 派到對方去 或者這邊有使劍啊 然後這些人 或者大嘴巴把它放出來 這是一種嘛 另外一種是嘛 是廉振元主動用各種方法去取得的 那如果是後者的話 可能就涉及非法的部分喔 如果是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這邊有 這個所謂要北亞也好啦 或是有人不小心拿出來的話 那這個可能廉振元 這個柯振元自己要檢討啊 但不管怎麼樣 有一個事實就是說 蔡振元一定要解釋 他東西怎麼來嘛 因為那個東西 不是你該有的東西嘛 那你不能叫 我是受害者 你叫我去解釋 我東西怎麼出去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嘛 所以該解釋東西怎麼來的 不是客陣營的人 是蔡振元這邊要解釋 至於他隨便講一句話說 有大嘴巴講出來 我覺得多數民眾是不能接受 這樣的一個論述的啦 因為他違背了基本的一個常理啦 如果今天你把對方的這個 所謂的行程公布出來 然後連次序都對 對 坦白講一定是 一定是有個文件 或什麼抄出來的東西 不可能是聽來的東西 或是東聽心拼湊出來 然後發揮符吾摩斯的精神 這個符吾摩斯的精神 把他完整拼湊出來 然後最後連次序都對 也太強了吧 來來 宏偉啊 是讓你說很理性去看啊 目前的真相是什麼 就是那兩條老鼠尾巴嘛 對不對 然後講這個也沒辦法去確認說 這連到就是什麼 就是連鎮林去竊聽 這是一個 但是相對的有沒有 因為這樣子就連接說什麼 柯振寧是自導自研啊 可是現在第一個 可是這個事情再吵 顯然就是說對選舉投票 可能已經會有影響了 因為兩邊看起來 有一些媒體可能要舔柯文哲 直接講什麼台灣的這個水門案 這個嚴重嘛 相對連鎮林那邊又打回來 今天最特別的是 蔡振寧直接就講啦 是你大嘴巴講的 他是直接點名了三個人喔 他不只講自導自研了 已經不是什麼 什麼那個 教委範的2.0版 他直接點了 姚老師有沒有可能 簡英有沒有可能 這很嚴重的指控 像剛才羅委員講的說 這個竊聽 他到底是不是一場泥巴戰 如果我們現在覺得說 竊聽好像大家互丟泥巴 請問是誰先丟泥巴的 這個竊聽案 但一開始11月4號晚上的時候 那其實幾乎很多的媒體都已經接稿了 那個是這個柯振寧自己爆出來 因為他們一直很不爽嘛 很不爽說蔡振寧前一個禮拜天 PO了他們的行程 然後當天呢 又PO了一個他們的這個什麼 顧問團的名單 所以就覺得說消息外洩 然後就說我們被竊聽了 那所以當你自己丟出這個竊聽 然後又變成無限上鋼刀說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水門版 水門版 水門事件的另外一個翻版 所以這個泥巴是誰丟出來的 那現在變成說 那到底又變成羅生門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竊聽事件 我們現在好像經過這幾天的沉澱之後 連它到底是不是一個竊聽都不確定了 因為包含我們這邊所有的 包含你的所謂的竊聽器 兩個竊聽器到哪裡去了 那包含你這個所謂的這個竊聽設備 他們被定位的所謂的竊聽設備 老鼠尾巴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誰安裝的 真的是竊聽用的嗎 現在都是一個大的問號 就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證詞 就是這個通訊 又另外一個就是姓祝的一個老闆 因為他當時現在三樓 他好像一到三樓都要改成餐廳 那就是當天他有去施工 所以他說他白天沒看到 就說11月4號 當晚上10點30分 柯正營他們說 他們已經找到這個竊聽器 本來是找到兩個竊聽器 可是11月4號這位老闆說 他當天是到了現場 他沒有看到因緣線 也沒有看到這個老鼠尾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即便人的記憶 會有這個誤差 他說他甚至沒有看到 那個配電箱的木板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顯示出來 那個木板因為遮在那邊很隱密 如果要把那個 因為他不容易發現 因為要把那個木板移開 才會發現裡面的那個老鼠尾 那所以現在那個通訊 他說他連配電箱 那時候有木板 他都不記得 那時候有這幾個設備 所以那個因緣線跟那個木板 可能是他離開以後 因緣線 老鼠尾巴 跟配電箱的木板 那今天又有媒體 再去問他一遍 至少到現在為止 因為真的從禮拜二早上到現在 我想他的記憶應該還很清晰 所以他今天的至少 他今天跟媒體所講的話 並沒有顛三倒四 並沒有顛三倒四 他還講 他還是當時 他是沒有看到這老鼠尾 好 所以這個老鼠尾 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他是做什麼用的 那到底是誰裝的 我覺得這就變得非常非常詭異 我追問你一下 那蔡振元今天直接講說 是不是人家栽账他 會不會推得太快了 不是嘛 你今天 你在11月4號晚上的時候 找到兩個竊聽器 然後蔡振元當時說 為什麼會被竊聽 為什麼抓到 就抓到了 就是因為蔡振元連續的臉書 掌握他們那麼多的秘密的消息 那你就直接說 等於說是蔡振元 或者是連陣營裡面 有竊聽的東西嘛 那所以你現在 而且你又講說 有老鼠尾巴掌等之類 那今天對蔡振元來說 我剛剛講說這麼多疑點 難道人家不會覺得說 你自倒自演嗎 就是說這個事情 完全沒有這麼回事 第一個 他後來蔡振元都說 他如果 如果他真的有 或者是說有情勢單位去竊聽 然後把資料給他 他說他就退 他就退出政壇嘛 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當你被懷疑說 你這個是腳尾犯的翻版 然後你這個簡直是製導 因為包含這個老鼠線 什麼時候裝上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他真的是竊聽嗎 那大家有一段 有一些疑問的時候 大家回到11月4號晚上 姚立民老師 他是柯文哲陣營的總幹事 他怎麼對媒體講 對媒體講就說 我們找到了 找到竊聽設備 兩個竊 兩個竊 而且是針對蔡振元 一再的有掌握他們的秘密消息 做這麼嚴重的指控 現在會發現說 大家原來就疑點那麼那麼多 那麼 那請問別的陣營難道不能質疑嗎 其實現在最希望真相大白的 也許不是柯文哲陣營喔 應該是連勝文啊 因為連勝文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蔡振元 才希望趕快再選前 能夠水落石出 對嗎 你不然你再選前 不然變成提款機啦 一天到晚就說 喔你們在竊聽喔 你們在掌握什麼消息 我要講就是說 我相信對於柯文哲陣營來講 他們一定非常想要知道 蔡振元的消息來源 其實我們做媒體 我們常常寫一些獨家新聞 被人家逼著說 你一定要交出消息來源 常常是這樣子 但是逼人家交出消息來源的手段 不應該是隨便的栽贓 尤其用竊聽來栽贓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可是我要請教小段 當兩邊的陣營 他都陷入竊聽的風暴當中的時候 到底對社會比較有利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連勝文 他當然是三句不離陳水扁 包括今天羅蘇蕾都持續追打 說告訴你 這個多根公司發生的時候 就是扁下才急於成立的 這個兩家公司 難怪柯文子要急力的 來推這個多根 他跟多根公司有掛鉤 當然要推多根 所以你看已經演變到現在了 然後再跟陳水扁這個東西 你怎麼看 現在是不是真的 因為這個竊聽風暴 重新的激起這個 來綠對綠的態勢 我覺得其實這樣 看這個事情我是這樣看 我覺得 其實我認為我們其實 所有的討論 都忘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被這些討論蓋住了 第一個 柯文哲跟這個都根公司的關係 他是房客 他付了租金 假設我今天所有的房客跟房東 必然會有那麼好的關係的話 我們去查一下 上次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朱立倫的總部 蔡英文的總部 上次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這些候選的總部 或者總統大選的時候 馬英九在萬華的那個總部 那是哪裡來的 難道那些房東 都不是建設公司嗎 那我們都要講說 這些人都跟建設公司很要好 他們當選了之後 都會圖利建設公司嗎 然後連勝文先生的這個 市政顧問團 裡面有一位廣告公司的老闆 他寫了文章鼓吹說 他反對台北市把房價壓低 他認為這個房價跟居住正義 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把他講說這個就是 我不要講他的名字 因為我不想把這個戰火再蔓延 但是我們難道要這樣講說 這是連勝文的這個住宅政策嗎 因為這是你的市政顧問的主張 你是不是在台北市 你就要鼓吹高房價呢 或者是連勝文的市政顧問團 裡面也有建築師 不只一個 在台北市都有承擔公共工程 這些你的市政顧問 以後是不是都不要進台北市了 我覺得其實這個都推演過頭了 你必須要舉證 說無論是連勝文或是柯文哲 因為他租了這個公司 分租了他的辦公室 或者他找這個人 等到他的市政顧問 他以後的政策就會受他影響 或者以後他就會跟他勾結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老鼠尾 這個叫做式化跨街器 他到底是過去留下來的 或者他是因為有人要去檢查 他又被臨時拔掉的 他到底是跟這個選舉有沒有關係 或者是是不是自己人在聽自己人 或者是自己人被人家外界收買了 去掛一個錄音器材 或者其實跟選舉都沒有關係 或者是自導自演 或者真的是竊聽 我覺得忽略了一個重點 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發生 是因為蔡正元不只一次去公布 柯文哲陣營不應該被外界知道的事情 包括他的行程 包括他的這個叫做顧問團的名單 那我們就要問一件事情 蔡正元的手上這些資料 是偷來的 是買來的還是撿到的 他說有大嘴巴跟他講 一樣 人家告訴我 那我就要怎麼用 譬如說這個顧問團 你看他說 公布這個柯文哲的這個 顧問團的這個名單 他說為了要反制對手收買藍軍 那我公布這個顧問團的名單 我們先講公布顧問團的名單 我要反制對手收買藍軍 這個顧問團的名單 到底定案沒有 有沒有被公布 其實還沒有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顧問團的名單到底 到底有多少人答應了 他記上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他先公布了 然後他把這些人 扣上一頂帽子叫做 對手收買 就收買這兩個字很嚴重 什麼叫收買 利益交換 或者職務 或者金錢 那你的證據在哪裡 這些所有被列在名單上的人 已經被你扣了一頂帽子了 那所有的 所謂的藍軍 或自以為是藍軍的 這次不投票給連勝文 通通是被收買的嗎 你連勝文這一次告訴大家說 你這些藍軍的 這個選民 你不投票給我 因為你被科文哲收買 科文哲拿什麼收買 可是這句話沒有被質疑 蔡政員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你憑什麼 你的證據在哪裡 然後蔡政員為什麼可以去公布 假設我們講到最無辜好了 有人提供給你 當對手沒有公布的時候 你為什麼可以先去公布這個東西 你可以說我拿到這個東西 我想辦法來反制 我是不是就名單上 我可以去問一下 說定玉舟先生 有沒有人跟你來遊說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 去擔任科文哲的這個股 內幕是時候他也有去找人 不是 可是你去這樣做 可能沒有人會怪你 可是你把它公布了 沒有一個人去拿到的對手 無論是人家拿給你的 或你撿到 或你偷的 或你買的 拿出來洋洋自得的 對外招搖說 你看你的秘密都在我手上 我先不管 這有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但是你在 這也沒有 這我也不管是不是道德上的問題 但是你把對手的機密拿出來 行而皇之地公布 我只有一個形容詞 叫做肆無忌憚 他毫無顧忌 我今天認為這就是 蔡正元在連勝文陣營扮演的角色 因為他一點也可以不用 他可以不顧羞恥 他今天可以對外講說 你看今天的媒體 他對外講說 他說新 什麼 舊日本人跟新台北人 他怎麼講 他說因為柯文哲的祖先 這個阿公 當過日本的官吏 所以他先天上 他的這個協議裡面 就有歧視女性的因子 這算什麼 這什麼邏輯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那連勝文的阿祖 難道沒有在領日本人的錢嗎 他不是在日據時代當記者嗎 他的老闆是誰呢 那個報社的老闆是誰呢 然後連勝文的阿公 從中國到台灣來 他服務的那個政權 不是在台灣炮製228 跟白色恐怖嗎 我們好說 連勝文你的協議裡面 就帶著這種中國國民黨 惡毒的遺毒嗎 我們會這樣講嗎 不會這樣講 我們只會說 你在享受你的祖先 或者你的這個 副主留下來的餘印 你在享受這個特權 我們絕對不會說 你協議裡面 就有這種惡毒的因子 我們不會這樣講 可是蔡淳源這樣講啊 不過這個我認為 他可以毫無顧忌的講這些話 是今天在連勝文陣營扮演的角色 連勝文陣營用了蔡淳源 就是他的價值 他這樣的價值 不可能說我選舉的時候 是這樣子不擇手段 我到了當選之後 我突然變成正人君子 對不起沒這種事情 你選舉的時候 就代表你未來 當你當選之後 當你面對危機的時候 當你面對誘惑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你當選的時候會用這種人力 你當選舉的時候會用這種人力 當選之後 你還會繼續用同樣的一個方式做事情 我覺得這是連勝文跟蔡淳源 就這個風波裡面 讓我們看到令人不齒的地方 紀委 現在看起來這兩條老鼠尾巴 跟為什麼蔡淳源還去鋪這個文 看起來這選舉會影響會是很大的 現在今天是什麼 蔡淳源直接就追打上去了 他講的就是你們 指的是柯淳寧是製導自然 他最奇怪是什麼 他一下子點名三個人 雅老師簡易他們都點名下去了 這會不會追過頭 我覺得在選戰的時候 當然各種方法都要用 而且現在也希望能夠突破這樣一個僵局 說實在 所謂僵局就是說 我們目前在民調上 的的確確有稍微落後的情形之下 蔡淳源他身為一個總幹事 他一定會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 只是他這個做法會不會得到認同回想 這比較重要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他這樣的一個作為我不亞裔 但是要看有沒有笑 那所謂桌鍋也不滾 碎鍋也搶搶滾 我個人感覺是這樣 這個代理人戰爭吵得一團亂 其實對於民眾說他自私血 我覺得影響應該不是很大 他不是說你們南京現在 除非 我不知道 因為除非是當事人 經紀沒找到說你們現在南京整個士氣大正 如果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兩條老鼠尾巴 就可以把整個士氣弄起來 那我覺得就太神了 那倒是我覺得 柯正寧有一點在淡化這種現象 他知道說這樣亂下去 這樣大家在口舌之上 可能對他們不利 所以你看姚立民這兩天就神雲 就沒有看到 倒是我覺得張謹申他恐怕也 我覺得他反應也不夠了 他只想說你說我倒嘴巴 那嘴巴是要多大才能把這些都講完了 他其實他面對蔡正元 可能過去他擔任民意代表 他擔任官員 所以他氣勢這樣矮理解 他不敢質疑說 你是不是你這樣公佈那些相關的 我們的顧問名單或是我們行程 你這樣站得住腳嗎 你這樣是不是問心無愧 他不敢反擊 他只是說我嘴巴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他們這個陣營上 是不是所謂的心裡就先心虛 覺得我們太早公佈說 這可能是對手陣營 或是我們被窃聽 雖然他沒有直接講是柯正寧 可是就沒有直接講是連陣營 可是就連陣營的感受就是說 你好像影射我 因為我只有我是跟你真的是有競爭關係 所以其實他第一時間這樣 就是我講說柯正寧他第一時間的反擊 那些助理或是那團隊反擊 稍微動作太大了一點 所以才讓連陣營又找到反擊的機會 我很簡單的講一下我以前選鄉長的經驗 選鄉長很激烈到最後 我的幕僚想說選情激烈看有沒有辦法能贏 跟我提供一個建議說是不是至於放火 把宣傳車燒掉 燒掉馬上說對手對手來放 然後他馬上 我心裡一想說不行不行 幹嘛這麼冒險呢 我覺得風險太高啊 萬一被抓到不是更慘 對啊所以我的看法 你說檢疫醫院楊立民張景森 他一下子指射太多人了 我覺得這反而不好 那連陣營反擊會不會也太大了一點 對啊就是都太大啊 就是說我告訴大家大家太緊張了 雙方因為選到現在我坦白跟你講 你看那個連柯正寧 姚老師他們淚成那個樣子 然後蔡正妍他也非常壓力非常大 你看他現在那個 從臉上可以看出那疲憊你知道嗎 那壓力大的人 就是說有些時候你的力道 就不容易拿捏 就想說我就一拳把你打死就好了 可是你這樣兩邊這樣亂成一團 其實不是民眾要看的 我不認為這個真的會影響多少 除非證明說就是你連陣營找人來 包括你不是連陣營喔 是連聖文知道找這個 所謂的勞主委事情 或是證明說是柯文哲受益要自導自演 不然的話我覺得查到最後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只是一個過癮淫 檢調已經開始在查那個指紋嘛對不對 那早一點把那個真相找出來 包括通訊業者這朱先生已經找去了 那在前面再清查一下 我們期待是什麼 賢幾年這個東西應該比較清楚的交代 要不然的話這樣再吵下去 對兩邊老講真的也都是不好 那可是大家問一個問題啊 這東西到底怎麼燒出來呢 不都是歸結 都是蔡正元 為什麼要破這個文嗎 今天好像有一些最新的發展 是說他破了梗 有些人在鼓掌 可是相對有些人說 有些人都出來抗議了 這樣一些中間的選票會不會跑掉 來 嚴峻幫我們拍拖一下 好 市政顧問團名單的公布 引發了竊天的疑云 但其實你不知道 這背後藏的是 蔡總幹事的完美計劃 原來在公布名單的三天之前 11月1號 他就已經把這份名單 拿給藍營的重要人士看過了 當時簽叮叮萬主婦說 要讓這個名單想辦法 在今天早上 也就是聯科的辯論當天見報 目的是希望可以影響 課問者辯論的心情 耳提命令 言憂在耳 告訴大家一定要保密 因為這樣才有突襲的效果 沒想到講完話三天之後 他自己在臉書上面公布了 這個動作讓內部急得跳腳 因為按照這個蔡總幹事 本來的完美計劃 其實還真的是天音無縫 因為如果你透過媒體公布的話 一來可能真的會影響 課問者晚上的辯論心情 第二個就是怎麼樣 也不會讓人聯想到 這個名單是聯陣營這邊公布出來的 但為什麼突然臨時起義呢 蔡振元說了 那是因為他看不慣對手用的方式 他說對手一直用一些 收買利誘的方式 要藍軍人士來投靠 就像是收買對手球員打假球一樣 他說他身為藍軍的前線戰士 有人把裝 他當然要破裝 說是要破裝 說是要護裝 但現在會不會反而有反效果呢 因為引發了 逼人選邊站的質疑了 仔細看一下 這次的市政顧問團名單 裡面包括了前國安會秘書長 丁玉舟他擔任的是 警政治安顧問的職位 而名單公布之後呢 蔡振元在11月6號 就去拜會丁玉舟了 之後他告訴媒體說 丁玉舟跟他相談甚歡 祝福連盛文當選 還說丁玉舟跟姚立民是好朋友 而姚立民呢 跟定玉舟過去的下屬 張榮峰喔 不斷地遊說 定玉舟加入科陣營的顧問團 所以他想要去故裝 但此話一出 讓定玉舟相當的驚訝 我們今天特別打電話 給定玉舟求證了 他希望我們澄清幾個部分 第一個他告訴大家 他是希望連勝文加油 並沒有祝福連勝文當選 他說如果科文著 找人去拜會他的話 他也會禮貌性的跟他們會面 第二個部分 他說希望可以還給 姚立民跟張榮峰清白 定玉舟說 他跟姚立民認識20多年了 但是這兩個人從來沒有 因為選舉的事情找過他 他不希望把這兩個人給扯下水 第三個針對蔡振元跟媒體公佈了 他認為有出入的談話內容 他認為蔡振元不尊重他 讓他相當的憤怒 因此蔡振元的故裝行為 是不是反而受到了反效果呢 就帶你聽一下 雙方的最新說法 我沒有平常選邊站 我從頭到尾沒有說 我只是跟他請安請義 我沒有說叫他一定 非支持我們或誰不可 說這個連勝文多加油 祝福他順利當選這樣子 當然今天有報紙說 他沒這樣講 在場不只是我一個人嗎 今天他來的話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他 就這樣見個面嘛 見個面的話 我是希望雙方面都加油 對不對 你只有贏得人心的話 你才能夠還贏得選舉 我從2000年總統大選 我在國安局服務 在那麼一個敏感 而競爭激烈的一個環境 我都能夠保持客觀 嚴守分析 我想這麼長久以來 我都聽得起考驗 所以我退休之後 我也從來不願意介入任何的選舉 任何的政治活動 我並沒有說我是藍或是綠 因為藍綠已經撕裂了台灣 李虹原來這裡沒有這麼多內幕 蔡正元也太奇怪了吧 你三年前就拿到這個名單 那你才跟所有人 跟你自己國民黨人說不要 不要講不要講 要到今天辯論前 丟出來讓柯文哲心情影響 你為什麼提前去 去曝光這也是很怪 第二個你為什麼要逼著這些人曝光 不過丁宇宙你看起來 丁宇宙可能本來是站中間的對不對 你這樣激怒他搞不好 一句聽起來是很不高興 我想這個 蔡正元去拜訪丁宇宙 反而引起丁宇宙的不快樂 或是不悅 我想這是蔡正元的風格使然 包括他貼 11月4號晚上10點40幾分 貼臉書對於這個 所謂的柯文哲陣營的這個 顧問團名單 一一細數的時候 也把林懷民罵了一頓 我在想說 這個人到底是想幫他的主子 幫他的這個候選人來結交朋友 還是在製造敵人呢 長期以來 蔡正元的手法 他事實上 非有即敵 他採取的態度常常是非有即敵 你不支持我 那你就是敵人 我就跟你對抗 我就甚至要去攻擊你 污蔑你 我再次強調 切聽 柯文哲陣營懷疑他的辦公室 他的相關的這些電話被切聽 那是一回事 跟蔡正元取得這個資料 基本上他未必能夠掛上等號 只不過就是同一天發生 同一天晚上 竟然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對選民來講 他會產生連結 這就是現在柯文哲陣營急於撇清說 我們說的切聽 也沒有說是連勝文的陣營切聽 也沒有說是蔡正元切聽 只不過是我們要查的是 我們陣營有被切聽 但是蔡正元在這個時候 公佈出來這些資料 當然也權力受損的是誰 被破梗的是誰 是柯文哲陣營是不是 所以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走到今天 你看包括今天若干媒體報紙 就是一樣就是只談這個 就是切聽的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再去質疑切聽案的本質 是不是栽贓 是不是自打自演 卻忽略或者刻意避開 蔡正元你為什麼要在10點47分 自己作為一個連勝文的總幹事 你連這樣一個基本sense都沒有嗎 你這樣做會限你的候選人於不義啊 會讓人家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選戰 你怎麼會掌握柯文哲陣營的機密 說實在作為一個正派的 而且作為一個好的總幹事 是不會把自己的候選人陷於不義 不會讓自己候選人 必須在那邊基於撇清 但是他是這樣做的啊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講 他說這個因為姚立民他們 用收買跟利誘藍軍的人是投靠 我告訴你 有資源的人才有能耐 去收買跟利誘別人啊 我們就來看這場選戰走到現在 誰有資源啊 誰有資源 這資源的這種大小多寡太明顯了吧 蔡正元長期以來喜歡用這種 收買利誘去污衊別人 不支持他的 他就永遠用這種方式 所以好吧 也許蔡正元這種方式 確實讓這個選戰走到今天 是有熱度的 因為我覺得連勝文 在影長期以來被壓著打 怎麼打好像都 好像打不出議題來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收買 因為柯文哲陣營 你即便感覺到 或懷疑自己的這個電話被竊聽 但是老實講證據欠缺這種 所謂的一翻兩瞪眼的 一刀斃命的證據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可以被質疑 你那兩條應援線能幹什麼嘛 對不對 還有你那個辦公室 到底有沒有藏在使用嘛 柯文哲也不去 我們幹嘛聽你那個電話嘛 就變成在這個技術性的問題上 去找柯文哲陣營說辭的落洞 但是我再次強調整個事件的緣起 我連續講了三五天了 整個事件的緣起是10點47分 11月4號10點47分 我想請問 你蔡正元 你為什麼要去公佈 對手陣營的機密資料 柯家的秘密怎麼會出現在你家 柯家的財產怎麼會出現在連家 這才是人家叫問的嘛 是不是 結果整個事非區其實是很清楚 但是我比較遺憾的是 在政治的扭曲之下 就難得只討論這個 這個10點47分的這個之後的 這個所謂的竊聽疑語 而對於蔡正元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正當 從來都不談 從來都不談 我必須講 我們跑政治新聞看政治 好歹也個二三十年了 說實在的 你說西方的這些民主先進國家 乃至於日本 會出現這種競選陣營總幹事 去公佈人家對手陣營的 這種機密資料的這種手段嗎 絕無僅有 中華民國台北市 這竟然是第一次 所以我必須說 今天蔡正元的方法 他的手段 雖然聯合報是力挺的 你可以看出來 聯合報在整個過程裡頭 是力挺蔡正元 以及力挺連勝文的 這個方向是非常清楚 但是他的黑白集 還是在最後一段帶了一筆 我念給各位聽 他說令人不解的是 選舉作戰應該拿出自己的實力 全部實力來以赴 但聯陣營的操盤手蔡正元 卻不時公佈對手的行程跟計劃 到底鬱鬱為何 這如果不是窮極無聊 就是想炫耀自己情收的功夫 最後被對手以兩頭 老鼠尾巴 電到雌窮 這岂非是驕傲者的懲罰 還是修理一下蔡正元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不是蔡正元做這個事情 請問聯勝文會覺得 我很冤枉啊 我被人家冤枉啊 聯勝文 你如果覺得被人家冤枉 你應該去問問你的蔡正元 你為什麼要去公佈人家資料 好 再說這位祝先生 祝先生下午他去上有台的節目 他大概 大概他的一個相關內容 蘋果日報有做一個報導 他是說那兩條因緣線 是所謂的竊聽必要設備 他作為一個業者 他是這樣講 但是一相關內容 我大概整理一下 朱先生跟他說 他其實昨天沒有接受 任何媒體訪問 今天媒體大板的說 朱先生怎麼說怎麼說 他都說 那是檢調單位放話 檢警單位放話 所以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匿名的 所謂的警方說 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是要去追究的 不過是朱先生說的 到底可不可惜 我覺得也沒有在公主 我們來看朱先生 朱先生說 他確實 他只能證實他去的時候 沒有那條療屬線 但是也有可能 是人家知道他要去施工 先將老鼠尾巴拿掉 等他離開之後再裝回來 第三他說 朱先生說 這個三樓是沒有滿進 任何人都可以到 第四 朱先生說 拆裝老鼠尾非常簡單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完成 第五 朱先生說 老鼠尾可以接無限發現器 也可以遠端接收 老鼠尾是竊聽世話的必要設備 不見得是老古董 這是他今天的說法 不過我想請教育扣 其實我覺得蔡淑媛很奇怪 如果報導說的是真的 他三年前拿到這個名單 還叫大家不要公佈 結果他自己突然把它公佈了 這到底所為何來 而且你在媒體上是大爆料 說這種手法 現在藍營的將領醞釀 選情要表態反聯 那就對這個連勝文陣營來講 那非常嚴重了 這到底是哪一派的勢力 其實蔡正元這個泥巴站 我要替這個像紀國東委員 或者說陳學生委員 這幾位藍營的 比較正派立法委員 喊個冤 剛才力宏說 藍營沒有人反省檢討 事實上只是特定的媒體 那這個比較有良心的政治人物 剛才這個紀國東委員 也是不以為然 對蔡正元的說法 那陳學生委員 更公然懷疑 蔡正元是不是 柯文哲派到 連勝文陣營裡的反間諜 或者是他還公開覺得 蔡正元的各種不同的舉動 有點像這個反人格特質 這個是陳學生的 這個比較溫和的質疑 那我個人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什麼好氣急敗壞的呢 連勝文陣營 竊聽這個案子 基本上確實查到了一個老鼠尾 在竊聽器跟竊聽裝置上面 打這種這個言辭的文字戰 沒有意思嗎 現在都已經讓警方去查了 而且今天檢察官下午 又到現場去勘查了 那再怎麼樣都會有一個真實的 東西公布出來嗎 那從第一時間其實很遺憾的是 連勝文第一時間對這件事情 他還是表示遺憾的 可是後來他就被蔡正元的那個 腳尾犯啊 榨樹啊 給捏著鼻子走就走歪了 很可惜 那柯文哲從一開始 並沒有說 這是對方陣營的手法 也沒有栽贓給對方啊 那如果說下面這些 幕僚人員的口徑不一致 那他從昨天下午開始 已經口徑一致了嘛 所以幹嘛在竊聽的這個技術上面 繞來繞去 我們還是相信檢調人員嘛 可是這是態度問題啊 態度問題就是說 你一個陣營裡面像蔡正元 這麼重要的執行總幹事 你老是在臉書上po人家 對方陣營裡的 算是小小的秘密吧 要是我家裡面的 我住三樓 我家九樓裡面的一個男 那天到晚po 我今天早上幹嘛 早上起來這個洗個澡 下午這個什麼 什麼接了那個男朋友進房間 或者是準備去跟誰約會 找了什麼男朋友顧問團 那還得了 那不是我會嚇死嗎 我的舉例就是這樣 所以連聖文他被誤導 他第一時間應該制止蔡正元嘛 要不然他就要譴責蔡正元 可是蔡正元呢 這個整個的所謂的 反制拔妝的做法 到今天早上報紙上一登 剛才丁玉舟先生 公然接受訪問 丁將軍是不太接受 這個電子媒體訪問的 你知道嗎 他今天實在是覺得 他應該表達他的立場 他的立場不是要挺誰 或是不挺誰 而是他很憂心的講出 我們大家的話 台灣被藍綠撕裂太久了 這句話難道不值得 有些在場的人來審思嗎 那如果蔡正元你要把妝 我告訴你一個獨家機密 你不知道的 就是那棟大樓 其實真正的老闆是誰啊 是中天生計的老 後面的一個股東 中天生計25%的一個股東老闆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呢 你最好寫下來 這個蔡正元的助理也告訴他一下 叫做尹眼良 那棟大樓的老闆叫尹眼良 他是藍的還綠的呀 那個尹眼良最近還跟那個 柯文哲私通耶 你怎麼沒查到這個消息呢 我都查到了啊 那尹眼良 為什麼跟柯文哲私通呢 那是柯文哲 自己接受訪問的時候講的 他去接受一家電視台訪問 公事 他訪問的時候呢 他就說 欸這個尹眼良問我啊 這個哥倫布啊 這個到這個發現新大陸 跟這個鄭河下西洋 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尹眼良是航海的這個喜愛者 自己有一艘船 每天從台灣跑到綠島 還在颱風上面這個冒險 很了不起 結果那他是接受訪問 那那個主持人就說 那尹眼良怎麼說 欸 這個柯文哲說 尹眼良告訴我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就是從這裡直接到那裡 直接跨海 那鄭河下西洋呢 是沿著海邊走 換句話講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說 尹眼良勸他 要做戈倫布 要這樣跨大海 要做不可能的事情 咦 我當時看到這段訪問的時候 就想 好啊 你看我這藍營的多忠貞啊 想說你小子 你尹眼良怎麼倒到 柯文哲那裡去了 做了柯文哲的顧問了呢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你知道蔡先生 趕快拔裝拔回來 趕快拔一下 這棟樓的那個 如果你真要去講那個複雜性 他們今天在那邊亂搞 就搞一堆那個什麼 從老鼠尾竊聽器 到竊聽裝置還在搞 那我就跟你講了 這棟大樓 這個是尹眼良的樓 尹眼良的樓 怎麼會變成九樓是柯文哲 然後你這跟多根公司關係 就更了不起了 更敏感了 所以無聊嘛 這是一個虛擬的議題嘛 那虛擬議題是因為蔡正元 為什麼今天又去指人家 去摘人家張 說是張景深搞的啊 或是什麼老鼠尾 他自己頭腦都不清楚 你說他壓力大 我才不覺得他壓力大 今天那個蘋果日報記者 說他昨天半夜三更 和大家助理去吃那個炸醬麵 那炸醬麵店 好啦 那你男人我不懂啦 那我的意思就說 這個事情 這個選舉 打到今年早上為止 我自己其實是有點覺得 台灣還是有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從昨天晚上 消息出來說 蔡正元去拜訪丁宇州 然後蔡正元又說了那一番 什麼丁宇州 姚立民啊 拉著這個張榮峰 去找這個丁宇州 其實我就接了好多通電話 那今天早上呢 張榮峰 他就先生 他們其實都不太介入政治 這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隊 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 這個團隊在進入WTO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在我們的導彈危機的時候 都是這些團隊做的 這個團隊就是丁宇州先生 殷宗文先生 跟張榮峰先生 還有下面的一些軍事將領 跟這個國安會的一些諮詢委員 甚至於包括賴信元 馬英九總統 這個非常信賴的 好 他今天寫了一個臉書 他是 我今天有跟他通電話 他非常生氣 他說 他認為這個蔡正元 跟菲洪泰所說的話 是謊話 是扭曲事實 那所以他打電話給丁宇州 丁宇州其實人是很溫和的 丁宇州先生 很少講話是用憤怒兩個字 那他剛才在電話裡 還保持他君子風度 可是他在榮峰這個老部署前面 他是真的是用憤怒 他今天在報道上登出來的這段話 讓我們大家不能省思嗎 為什麼你一定要逼人家 在藍綠選邊站呢 而且是蔡正元這種人 蔡正元你好說你要叫人家支持你 也應該是連聖文去請他嘛 或者是你連戰先生去拜會丁宇州先生嘛 但丁宇州對國家貢獻也很 如果你真的重視他的話 結果不是 就派個蔡正元去看人家一下 進了門 丁宇州叫他不要去耶 蔡正元還霸王硬上功 飛到人家家 出來就跟記者說 他祝福這個連聖文 叫連聖文祝福他當選 叫他加油 還說他是一個有禮貌孩子 那丁宇州講連聖文 他會講他是沒有禮貌的孩子嗎 不會吧 那所以當張榮聰知道這個狀況之後 他在臉書就寫了 他說這個是一個選舉的卑劣手法 他說雅里民絕對沒有 最近沒有跟丁宇州先生聯繫 他本人更沒有 他說他不是說他不願意承認 他有沒有去為克文哲這個陣營 推薦丁宇州 而是說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政治人物選舉操作不能夠這樣的奧布 不能夠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昨天晚上 丁宇州先生的很多的救贖 其中還有幾個是 郝龍斌先生的這個 他的父親父職輩的將軍 他們覺得如果連聖文陣營 持續讓蔡正元這樣子 惡職惡劣的搞下去的話 他們可以也願意也考慮 就在11月29號之前要站出來 這是千真萬確 而且這個訊息他們還公開的 這個透過他們的朋友 已經傳達給連聖文陣營 那我今天有把它寫出來 我的意思也是告訴這個 連聖文陣營 蔡正元已經變成了一個小丑 如果連聖文或是連戰先生 你們的選情就算輸 也要輸的有格局 輸的有品味 輸的有未來 你不能輸的沒有未來 台灣的未來在哪裡 就在像低宇宙先生 像張榮峰先生 他們這些人的看法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們繼續在 卑劣的操辭下去 這些藍營的將軍 低宇宙身邊的這些好朋友 舊部署 會在共同的憤怒之下 站出來 把真相說出來 而且站出來 對你蔡正元所操職的 這個候選人連聖文 表示他們反對的立場 這個是一個趨勢 而這個趨勢 是要避免 你逼人家藍綠選邊站 你還說人家被收買被利用 你說人家被收買利用 然後跑到人家家裡面 去看人家 有這種做人的方式嗎 胡大哥 像丁宇宙應該本來是中立 不接觸這一場了對不對 弄到後來會逼得他都生氣了 你如果要幫他 你私底下 包括去拜會丁宇宙 或者拜會某些人 應該好好講啊 那他覺得是尊重 怎麼搞出現在開始有人反彈 葉林良總裁大學是讀歷史 他是文化大學歷史系畢業的 我把各輪部的原文跟各位報告 他對他的航海通知說 如果我們不能忘掉背後的歐洲舊大陸 我們就不能跨越 橫在我們面前的大西洋 這是我們大家應該對選舉的態度 我昨天已經引用一位國安局長 謝忍的說監聽浮爛 這位國安局長長期在電信發展室合作 工作 所以他知道電信的流程 他說台灣監聽窃聽浮爛到電信公司 跟真信是直接內神通外國合作 主要是抓狗 抓狗 已經浮爛了 我意思是說 今年是2014年 請大家不要把監聽跟窃聽 填留在1972年 四個共和黨黨工潛入民主黨的水門大廈的總部 偷偷摸摸的掛錄音帶 那是42年前的事 也不要受到德國電影窃聽風暴的影響 樓上有個東德KGB戴著耳機 24小時電信在做什麼 那時候過去 那是舊大陸的事情 我請各位拜讀希拉蕊回憶錄 他是國務卿 中年在海外旅行訪問 他說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開會 國務院高層 就把手機全部集中起來 放在冰箱裡面 防止監聽窃聽 手機是可以監聽的 我再舉個例子 車程游擊隊領袖 他打手機 馬上 俄國會段鎖定他GPS 對手他把他炸死 已經進到手機了 雖然我不是W1出身的 我都知道 所以不要停留在水明事件 跟這個德國電影切聽風暴 我談蔡正言兇 本來我以為 連勝是阿斗 趙子龍救阿斗 我以為朱立倫現在是蔡正言 我知道了 我以為不是趙子龍 是張輝打岳輝 我們打的時工錯亂 其實我可以理解 蔡正寅的答法 我說過他大學 研究所畢業是在華爾街工作的 這是典型華爾街智囊的戰法 釋放假消息 讓競爭的公司 股票崩盤 進駐 爭奪 重整 美國專業名叫Ponzi Scheme Ponzi P-O-N-Z-I 就是開山祖師這個人名 Ponzi 大師就是馬多夫 大師的大師 我覺得 蔡正寅只是把 華爾街智囊的戰法 帶來選舉 我覺得這種美國奧伯 到此為止 其實我是很不喜歡 而且 蔡正寅兄的說法 其實我聽的是 越聽越糊塗 邏輯為之錯亂 但是我知道他的動機 我再舉個例子吧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扶佛 做局長30點沒人敢動 從杜勒門到尼克森 為什麼 他對總統說 我掌控所有人的資源 包括 甘乃迪跟誰上床 什麼都知道 無間道不可替代 蔡正寅是釋放這消息來鞏固 他在連家父子面前的 不可替代性 因為他操盤不是那麼好 所以周守信 進來可能要把它架空 你要從男人對政治的渴求 來了解 這沒有什麼心理疾病問題 我還有一個真實故事來補充 好不好 我有個朋友是美國籍的小提琴家 有一次他到東德去演奏 東德那是共產國家 他進了東柏林海關 就扣下來 因為海關檢查他請你說 他是小英小樂譜 他說你是CIA特務 我這個小英朋友說 這是貝多芬小提群的曲子的樂譜 他說不是 你是CIA特務 先抓起來再講 就把他扣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我這個朋友就被這個特務吵醒了 特務人家說老兄 我看你還是承認你是CIA特務 因為昨天半夜我們抓到貝多芬 他承認他是CIA特務 這個意思嘛 你無端製造的東西 然後大家承認是我們做的 這不是很好笑的事嗎 我要替丁怡舟上將講幾句話 因為我最近跟他通話蠻 比較了解他想法 他對媒體沒有公開的 他比較用一個比較人性的一個 居家男人的說法來看這個事 我覺得他是被無端捲入 我看今天報導 我是這樣想要對這個英雄說 千萬不要逼任何人表態 每個人有表態自由 也有不表態自由嘛 你要信仰基督教 你有不信仰其他宗教自由 這是要自由嘛 因為丁上將他是山東製造人 但他從小高中以前是在宜蘭長大的 從小學中學到讀軍校前 所以他朋友他說 我的朋友都是宜蘭人 我的親朋友都宜蘭人 所以我80%的朋友是親綠的 進了軍中到國安以後 他說我80%的朋友是親藍的 他說我怎麼表態呢 他說我心裡有想法 但我不能表態 我覺得很好 每個人生活也一樣嘛 不是一定要逼人家表態 你想想看 一位國安系統出身的人 你會懷疑他對中華民國的真誠嗎 你會懷疑他愛台灣嗎 丁上將應該是像海耶克 保持距離關懷 我覺得像那種案例 尊重 理解 接受 欣賞 我會用這種態度來面對丁上將的一個困局 講結論 因為尼克森 尼克森 其實死前 他寫本回憶錄 他不承認他做錯事 也不承認有窃聽 也不承認亂晃臉書 用現在話說了 他寫本回憶錄 第二天美國紐約時報頭盤頭盤說 He is lying 他還在說話 這歷史定位啊 這英雄到此為止 柯仁頓總統那時候以總統支持 參加尼克森總統葬禮 他講一句話 讓水門事件到這邊留下一個據點 我意思是說 讓水門事件 台版的讓切林風暴留下一個據點 我們想知道 候選人你的價值信仰願景目標 他希望未來在哪裡 這也是我們選民所要知道的 好 原來蔡政典這個打法 實際上胡大哥講 是華爾街這個打法 現在有人在講說什麼 真的是破了這個柯文哲的梗 打亂了柯文哲的步驟嗎 還是剛講的 引起某些人的反彈 甚至中間選民會不會跑掉 這我們遲一號再去觀察一下 另外 昨天開始 馬英九 江儀化 王金平 連勝門合體 我們來追一下 什麼 南京政府的大團結 民調遙遙遙落後 心潔真的也都解開了 來 我們來追一下 剛剛 剛剛聽完勝文兄 一場政見的演說 真的使我感覺到 跟半年前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把連勝文 送進市政府好不好 選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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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讓人說 國政立人們很厲害 他邀請給我們 宿舍的行為 宿舍的行為 宿舍會怎麼樣 今天的選情之所以緊繃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跟最近 所發生的十安的事件有關 對於沒有辦法 能夠更早的發現這一些黑心廠商 把他們生之以法 我感到非常的愧疚 在這裡 我要再度的 代表行政團隊 向大家一鞠躬 表示我們的歉意 大家一起跟我喊 連勝文 動帥 連勝文 動帥 來 新聞小段 怎麼看人家的大團結 你看 當大人啊 王院長這樣講 連江院長 為了要浮現 都為了十安跟黑心扭 都要鞠躬道歉 人家以前雖然有一些什麼 大明王朝啊什麼嘛 王政政 現在人家全部都結合在一起了 我只有一句話 是傲慢 當這個團隊 讓人民這麼不滿意 這麼憤怒 柯文哲有什麼了不起 柯文哲很簡單嘛 他就是 又不是民進黨 又不是國民黨 然後呢 他 我們再怎麼講 不要說超越藍綠 他是非藍非綠 至少很多台北市民願意支持他 尤其是年輕人 是藉由支持柯文哲 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但是民進黨和國民黨 共同必須要檢討 尤其是執政的國民黨 在台北市執政 在中央執政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然後大家站在一起 然後大家一起喊 連勝文當選 連勝文當選代表什麼意義 蔡正元怎麼跟我們講 蔡正元說 連勝文要當台北市長 就是要讓成功的人 來幫忙不成功的人 連勝文是成功的人 連勝文是成功的人嗎 這就是你們的價值嗎 這是國民黨的價值嗎 這就是蔡正元跟連勝文 要跟台北市民講的嗎 連勝文有什麼成功 連勝文只因為 他的阿公叫連政東 只因為他的阿公到 跟著國民黨到台灣來 來負責土地 把接收土地的過程 裡面很多土地變成他家的 連勝文的成功就是 因為他爸爸叫連戰 一路當了大官 連勝文成功在他的家產 藏得乾乾淨淨 不用交遺產稅 然後所有的財產 通通轉來轉去 藏來藏去 海外的台灣的 這就是連勝文的成功 好 你現在說 我們成功了 我們現在幫助你們這些 不成功的人 謝謝 你成功是你家的事情 我們希望看到的 是有個公平的環境 是有個公平的政策 努力的人可以得到回報 不努力的人 我覺得他們 這個社會要怎麼樣去救 他們是一回事 可是你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出生了 你含著那個金湯池 那個金湯池其實是 台灣人民的血汗的金湯池 那個金湯池是不正當的金湯池 那個金湯池是假的 是不應該含在你嘴巴裡的 你含著嘴巴裡 你就說我現在回大人 我現在 我先說 我就要來幫你們幫忙 我覺得這個 對台灣人民來說 對台北市民來說 是一巴掌一巴掌 都打在選民的臉上 就是說他有去 他有去機場店 他有去什麼鞋裡 好像在修理機場 看人修理機場 這樣就回大人 我覺得我們對連勝文的 要求都太廉價了 很多人說 連勝文這樣子 已經很不容易了耶 將他這種出聲 肯定很不容易了耶 謝謝多少人是 根本就不用這種出聲 他們出聲就是不得不這樣 我們需要感謝他嗎 感謝他 他可以彎下腰來 跟我們大家在一起嗎 需要這樣嗎 我們沒有那麼卑微 我們不需要那麼卑微 台北市民 既然你們在選舉的時候 告訴我們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都市的主人 我們就當我們自己的主人 我又何必你施捨 你成功是你家的事情 你給我一個公平的條件 你夠一個公平的環境 我自己努力給你看 不需要你幫忙我 可是鴻威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江一化他是為了實安道歉 可是他在這場合 會不會太奇怪了 是在選舉的場合 而不是在行政院 或者是立法院 那我就要問了 他道歉的對象到底是 你們藍營的支持者呢 還是全國的人民 這個是讓我們看不懂的地方 那王金明院長 也講了一個很矛盾的是說 連勝文終於了解 庶民的生活了 那就表示你們 當初退出來的這個人 原來他根本就不了解 庶民的生活 所以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邏輯啊 我先講一下 因為昨天的那個場子 它確實是一個 國民黨的場子 那當然因為它透過 這個電視媒體的轉播 它當然好像感覺是 像全國人民的一個放送 那它是一個 那個國民黨的場子 所以其實最主要的訴求的目標 這個目標群是這個泛藍的支持者 那你看到這樣子一次排開 那當然像這樣 大家可能會去質疑說 這樣是不是代表一個 一加一會大於二 或者一加一加一加一 有好幾個大頭在這邊嗎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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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就一定大於四呢 其實在選舉的結果上 它未必如此 真的也未必如此 可是你會覺得一個非常 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譬如說這裡面有一些人 比如說這個連勝文 跟馬英九馬連之間 過去有沒有一些嫌隙 有的 因為一直到現在選舉 打到現在 都還會有人在裡面 一些這個見縫插針 還是有的 比如說這個連勝文跟江一化 那時候說 也喊出要叫那個 蔡正雲喊出江一化下台 連勝文那時候也對他 做一個很重的批判 所以這兩個好像 應該也有心結 那更不要說你說 王金銘跟江一化 那時候江一化在馬王之爭 那時候 好像每個人每個人都有心結 但是在這個整個的過程裡面 它是對一個泛藍選民 一個團結的一個訴求 我必須要講 它確實是一個選戰的策略 而這個選戰策略 那大家可以做不同的評估 我剛剛講說你是不是認為 一定一加一大一二 我覺得這是要看一個選舉的結果 但是我想回憶一下 剛剛段委員講的 就是說沒有錯 大家對於連勝文 要去做怎麼樣的檢驗 或怎麼樣的解讀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 一個人生經驗 或者對於你的一個立場 去做一個解讀 就比如說像我個人 我非常討厭 現在常用講的 就是人生勝利組 或者贏者圈 我一直覺得所謂的人生 沒有什麼人生勝利組 跟贏者圈 也不是你有錢有事 你就一定是贏者圈 好 可是現在連勝文 一直在這個選戰裡面 被人家貼上這樣的一個標籤 可是不要忘記 在民主政治裡面 民主政治的可貴 就是選民用他的選票 然後去選出他要選擇的人 大家想想看 在每一次的選舉裡面 很多人很多自選 中外不是都是如此嗎 大家可能對於一些所謂的 政治素人也好 或政治民憲也好等等 對於他可能過去 可是他的背景 對他充滿了想像或憧憬 其結果是如此 像最近大家討論最多的 就是歐巴馬 在這次其中大選裡面 慘敗 可是你要推到他之前 大家怎麼會想到說 歐巴馬當時是有多少人的 這樣的一個希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所有的候選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 經過檢驗 台北市的選舉 在我們這場 七合一的選舉裡面 他是被檢驗最多的 在某一個程度上 可能對於候選人都覺得說 好像很不公平 尤其被挨打的一方 所以連我常常在講說 現在這麼多人在選 怎麼好像這場選 只有我一個人在選 因為每天媒體都只有討論我 網路也只有檢驗我 媒體也只有檢驗我一個人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選 但是在某一個程度上 他也是被檢驗得比較清楚的 所以我還是拜託大家 就是說對於兩邊的候選人 兩邊的陣營 用同樣的一把尺 剛剛大家對於蔡正元 也就是說 對於聯盛文的總案是 他的一個競選的風格 當然你喜歡不喜歡 你覺得這樣的 是不是一個很正派的做法 或者是說你先用了一個 好像你去拿到 或攔截怎麼樣 去拿到人家的一個秘密名單 你把它洩露出來 好像是不道德的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也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媒體出身 我們也常常有獨家新聞 如果任何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的媒體人出身 如果你任何這個獨家新聞 你可以說 你希望知道這個消息來源是怎麼 或者指責你 你這個根本是放假消息等等之類 但是有任何一個人來指責你 你是用借聽的 你是用偷的 拿到這條新聞 請問你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媒體不能接受 請問在政治上 這個能接受嗎 今天連勝文正寧打一個很特別 他喊出叫什麼 新台北人 這是選馬英九的 而且他把柯文哲打成什麼 救得日本人 這個東西真的會有票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大家都看到昨天晚上 馬英九 王金平 江一話 特別是什麼 江一話寫著在他的場上 為食品 為黑心牛道歉 人家是怎麼樣 為了聖賢 人家現在真的是大團結 南京現在氣勢會起來的 其實陳水扁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因為受到馬英九很大的壓力 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土狗跟貴賓狗的 這個說法出來 其實對陳水扁這因是不好 對 其實我倒覺得 蔡正元用這種新台北人 跟舊日本人的東西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我想也都是交給選民自行去判斷 政權很重要 但是如果為了要維護政權 而讓人家感覺到不擇手段 我想這個政權不會得到祝福的 我們知道說昨天的那個場合裡頭 國民黨大動員 在這樣一個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機 能夠動員到號稱上萬人 但是也有媒體說八千人 那不管 八千人都已經很可怕的一個數字了 那場面確實看起來很熱 不過媒體也注意到說 當馬英九講話的時候 這個底下的人已經走了差不多快三分之一 這也顯示出來就是馬先生的人氣 確實大不如前 尤其當江儀化 作為一個行政院院長 其實你如果要道歉 你記得喔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民進黨立法院都要求他道歉 他從來說 他從來都不道歉 他不願意在國會殿堂上 向全體人民道歉 說我做得不好 他竟選擇 他的第一次對於食安問題 黑心有的問題 他第一次選擇的是 竟然是連勝文的開 他在行政院有開啟則會有道歉 有道歉啊 他道歉過 但是 但他並不是對全體人民道歉 他並不是對全體人民道歉 其實如果要道歉 你應該在國會殿堂道歉 好 那現在你選擇了 你選擇在連勝文的台道歉 我覺得這被批評 應該的 是應該的 說實在的 做到行政院長 即便你有政黨立場 即便你是馬英九提名的 但是還是要盡量注意到 好歹馬先生執政這六年來 他通過了一個叫行政中立法 該怎麼做 人民自己過有一把尺 我們再談回來 其實整個事件走到今天 說實在的 這個所謂的竊聽風暴 是讓這個藍營找到了一個 所謂的羞馬本 因為竊聽最 我昨天就拿出一張圖 我說關鍵是 蔡正元怎麼會有這個秘密 但是呢 這中間有很多方法可以取得 偏偏竊聽是最難舉證的 那在柯文哲陣營現在被要求 你舉證 你舉證 就是受害者要舉證 好 那證據又不足的情況底下 你又無從去連結到 連勝文陣營的情況底下 這所謂的栽贓說 就從這個弱點 就這樣子直接切入了 其實是很精準的 好 那這個在切這個 所謂的栽贓 這個抹黑 自導自演的這過程裡頭 其實從最近的一些 節目的收視率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一些本來相對低迷的 這些談話性節目 他因為他挺 他就是挺這個 這個連勝文陣營 去質疑柯文哲陣營 收視率是有起來的現象 有 你可以看出來就是 藍軍長期以來 其實他們找不到反擊的點 而這個議題 讓他們找到了一個反擊的點 那確實也引起了所謂的 有這種所謂的 對決的氣氛起來了 所以這就是這個蔡正元 也許會自我滿意的說 你們罵我 好啊 但是你別忘了 確實現在感覺起來 整個氣氛熱了 對不對 這個選戰期 而且你看 這個確實有這種所謂的 口哨一吹 自動歸對的現象 都慢慢出來了 好 所以 你要怎麼來看蔡正元呢 就是說這個人的手法 或許不正當 但是他確實在激化藍綠的過程裡頭 他找到了著力點 尤其你看我們的雷神 羅蘇勒也翹進來了 說你看 原來張錦森就是要去搞都更 柯文哲去土地都更業者 這些也許有人會覺得講過頭 但是別忘了 這時候不是對錯的問題了 這時候也不管什麼是非的問題了 這個時候就是打牆 就是要激化藍綠對決 他的這個 他的假定還是說 國民黨在台北市的藍盤 激得出來 那我們就來看 就是說到底 柯文哲有沒有辦法轉化 這種藍綠的基本架構 那如果沒辦法轉化過去 這個藍綠還是口哨一吹 果真讓蔡正元這樣的方法 加上羅蘇雷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反正就打 打了就對了 先打再說 這一路打到這個11月29號 如果連勝文贏了 蔡正元跟羅蘇雷就是工程 胡大哥 不是說柯文哲已經搶到什麼 國民黨的可能10到15%了對不對 然後藍綠這邊 可能連勝文的這個表態力只有六成 可是如果照剛剛麗龍分析的 像是什麼 口哨一吹 嫌疾快到 20天左右就要投票了 慢慢的藍綠已經開始 特別是藍綠已經慢慢在歸 慢慢在歸隊了 特別是這次在切斷風暴看起來 人家說藍綠裡面已經開始什麼 士氣大政 甚至說柯文哲什麼 從以前的神灘已經掉到泥巴裡面去了 加上昨天已經開始造勢了 馬英九也開始了 江宜化他們都來 王金美都來 所以他們在講什麼以前什麼大明華草 什麼九葉政爭呢 那都過去了嗎 有嗎 難歷歸隊嗎 我就你們請教一句請教四個人好不好 在座的王鴻威 李鑫 楊時秋 秦輝出就好了 深南區的 三層出來了嗎 一句口哨 一個切丁風暴 一個水門事件都衝出來嗎 請不要低估選民的智慧 一個人有信心走路 就不用騎在馬背上 挖探信心 王金平院長昨天一席話說 李鑫文當大人 請教王院長 那昨天之前 李鑫文是搞小孩是不是 請回答 好像這個前醫師好像認為 他是搞小孩 我要談信心 不是當大人問題 我再三 我會永遠保持這樣經典照片 瓦倫達 蒙面走鋼索 如履平地 因為他有信心 因為他不斷地每天練習五到六小時 這叫信心 一個人有信心 就不會打恐嚇牌 一個人有信心 就不會把陳水平請回來 對自己要有信心 嚴盛雲先生要做自己 我來講一個有信心的例子好不好 Angelino Jury 他昨天接受復發世界訪問 他決定從政 有人說他權貴二代嗎 他超級富豪 他的財富不會輸連家的 各位知道 他怎麼做嗎 十多年來 他捐款超過數百萬 十多年來 他到四十多個國家從事國際志工 提弱勢者講話 他從政一定無縫接軌 他自己講 我比專業政治人物還有信心 我應該學定義做上這樣的話 祝福 Angelino Jury 祝福大家加油 請問這算不算表態 好 看看民間 怎麼在從事黑心油的搶救工作 我再做一個示範 我再做一個示範 這是好心肝基金會 肝癌的防治基金會 許金山醫生 自己募款喔 自己組織喔 號召幾百位醫生 11月16號全天 免費一診 超元波一診 是叫民間動起來啊 你們政治人物真是羞愧到極點啊 還在台北上說對不起而已啊 看看許醫師動員這些志工醫師 已經開始在做 不要喊的 我這樣期待喔 不同崗位大家都做 請每個人盡你責任 政府企業一屆媒體每個人都做 包括候選人 你盡了責任 你對自己說 感謝上帝我盡了責任 還有比選舉更重要的是 就是黑心油事件 怎麼解決啊 到今天沒有人解決喔 衰檢報告兩週 要確認說從越南來的 今天報紙頭版頭條還說 頂心企業在台灣到處收水油啊 中國時報頭版頭條啊 越南也收 台灣也收 這一種企業如果不全面動 他至少包括我對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 這樣解決問題嗎 還要比選舉更重要的是 請政府就像許慶川醫師他們一樣 動起來做給我們看 可是從此任黨最近表現來看喔 不知道觀眾們會不會覺得喔 感覺真的是選舉大過天喔 而且剛剛那個畫面呢 不知道您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喔 那就是呢 不但選舉大過天啊 而且大到恩怨情仇都可以擺一邊了 我們就來看看喔 昨天呢在國民黨的 所謂跨12區的這個造勢場合上 有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除了這個馬無江王好啊 這個五巨頭呢 合體挺連之外啊 而且還喊出了團結盛險大會呢 列車要開始啟動了 但是呢 在這個台上呢 我們看到的是連勝文的表現 連勝文本來想要模仿賈伯斯來談政見 也就是呢 這個耳朵上呢 掛著這個耳掛式的麥克風啊 就沒想到呢 中間竟然出現了這個斷電的 這個小吐錘的這個狀況啊 但是呢 起碼在他講完之後呢 馬總統接續怎麼講啊 他說啊 聽完連勝文的政見之後呢 發現連勝文真的跟半年前很不一樣啊 而且還喊了 市長選勝文呢 台北一定能啊 但是呢 在台下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 連勝文在台上講話的時候呢 欸 在台上致辭呢 可是我們看到台下一堆的這個空椅子啊 然後呢 這個馬總統更慘了 他壓軸這個致辭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下已經開始在收椅子了 所以呢 這個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當然這個國民黨立委羅書磊呢 他解釋說 這麼多空椅子 是因為坐在椅子上的人 都跑到台上去了 欸 不管是不是這樣子 但我就要請教預扣了 馬總統說呢 這個連勝文呢 感覺上跟半年前很不一樣啦 但是怎麼越變呢 這個支持度越低 那這個王清明講說呢 他現在登大廊了 那感覺起來 怎麼他小孩子的時候呢 支持度就比較高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昨天啊 他們這幾位政治人物 在台面上這樣的 嗯 就是假戲假作 真的蠻殘忍 因為真的黑心有事件 還沒有解決 對 從目前為止沒有告訴我們 代曉心的成分 有沒有傷害我們身體 成績還要經過十幾天才能夠檢驗 那今天報上又說 這個鼎心的廢油在國內也收 甚至於新北市還查到 連警員他們大家族都是收廢油的 還自己就去收 另外呢 越南來的茶葉 越南來的稻米 越南來的咖啡 特別是茶葉也 我不知道行政院的江院長 有沒有警覺性 我們年輕一代的孩子 他們從小就訓練 是到超市便利店 去買一包一包的 包裝的飲料喝的 那些百分之七十的茶葉 是來自越南 那到底他們的安全性如何 對身體的傷害是怎樣 我們政府沒有先一步 保護全民健康的說法 反而只是在台面上演一個 連他們都自己不相信的話 否則王金平院長 恐怕他因為是佛教徒 他也不好意思不講真心話 他講的這個真心話 叫做他剛剛轉大人 轉大人意思就是說 應該才十八九歲吧 一個幼稚的孩子 長大了 今天有記者去問他 說你這個轉大人 什麼意思啊 他都44歲了 結果王金平院長回答說 他經過這一年的選舉的洗禮 他知道庶民生活是什麼了 他知道怎麼去幫助庶民了 結果記者問他說 為什麼只有你感覺到 我們沒感覺到呢 那就王金平就說 啊啊 你們久一點會知道 這種完全沒有辦法 有說服力的說法 其實就由我們選民來參考 尤其藍印的選民 其實最不喜歡虛偽做作 我對於今天蔡振元講兩件事 是超級的覺得悲哀反感 第一他說這新台北人 跟舊日本人的一個對抗 舊日本人什麼意思啊 連盛文不只是他的爺爺爺 他的阿祖耶 連亞棠是為日本人寫了 新鴉片政策歐哥論耶 是在日本人政府旗下 拿日本人的報紙的稿費的耶 這個這種比喻方法對嗎 在這種世代國家的這種 政治演變的這種各種不同的 悲喜劇當中製造分裂 這個是有道德的嗎 他說成功的人要幫助 不成功的人 有錢的人幫助 沒有錢的人 成功的第一就是去住地保嗎 成功的第一就是去娶一個少奶奶嗎 成功的第一就是 你沒有任何自己的工作的這個執照 你就可以44歲擁有1億4千萬嗎 更別講其他藏走的財產 幫助台北人是怎麼幫助法 西區復興嗎 這一期財訓寫出來了 西區復興裡面最能夠得利的是 哪一個土地呀 不是我們在西區的 人技醫院嗎 人技醫院有一個董事 叫什麼名字啊 叫連方宇啊 慘不忍睹讓人想流眼淚 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了 其實我的建議仍然是 正正派派的把選舉打下去 就算是輸了 將來你還可以捲土重來 不要讓人家瞧不起 不要留下污點 紀委 王院長都已經去 他們不只去合體 他們都有準備了 王院長是長大人對不對 然後江院長還為了這個事情 為了黑心流的事情還要道歉 馬忠偉是有準備去的 可是我們在問 這樣真的整個士氣就起來 然後有人在問什麼 那個心結真的打開嗎 藍軍看了這一道 你身為藍軍 你們看了這個會覺得什麼 以前那瘋瘋瘋瘋瘋就會過去 為了勝選大家會團結在一起嗎 說實在話 為了選舉也一定要這樣子 心結沒有打開手要撿起來 為了勝選 這是實在話 那王院長他講登朵朗 可能他講不夠清楚 他應該講說 已經足夠當市長的條件 他可能沒有講得清楚 我知道他為什麼講登朵朗朗 因為其實也不會言 很多人就是包括藍領內部 都有在質疑說 可能勝文過去的經歷比較不足 如果他可以當一次立委 然後再來選市長 可能更好 不過現在講這個來不及 所以他要直接跟大家講說 他現在已經夠格來選市長 他沒有講清楚而已 倒是江一萬院長 他在那邊道歉 當然有他涵義 前陣子勝文要他下台 說要是我我要下台 他真的是吞下去了 你看這個 這個英雄是能屈能伸 過去馬王事件的時候 大家應該記憶深刻 當時民進黨指責他毀憲亂證 不讓他上台做市政報告 大概兩個禮拜 大家束手無策 只有我一個人拿妹 大概兩三天都拿個牌子 我還記得有一次剛好國慶 慶國慶讓民眾好心情 但是兩個禮拜 就是那個獎局沒辦法打開 所以其實他是相當有個性 那可能是他的個性 我不予評論 可是他昨天站到場子 他還想說以大舉為重 所以跟大家道歉 你說江一萬很有個性 他之前不是講說 這個地方選舉都候選人 本身的問題嗎 所以說他這樣吞下去 就為了勝選 因為你把這盡視前嫌 他的道歉是心不甘情不願的道歉 他是為了連政文 希望他勝選 還是為了敗選做準備 可是他那時候在議場道歉 他要上台之前是民進黨 不讓他上台 後來協商之後他才讓步 所以他那個道歉是很不甘心的 他還不 不 他是說 我再講到實案的時候 我會道歉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說 要從他嘴巴講出道歉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他到底有沒有覺得 他自己有責任 應該 應該當然是有才會道歉 那你的講法是說 你的講法是說 我的意思說他要講道歉 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我尊重大家 每個人的意識跟看法 那不只是他 你看光是我們交通部長 葉荒史 他還選擇在中常會 為舞陽高架 延宕的事情道歉 還在中常會 馬英九總統也 當時洪周秋那個案子 他也是在中常會道歉 所以其實 不是啦 我說實在話 他道歉是針對全國民眾 那個地方比較自在一點 就比較自在 那邊道歉比較自在一點 比較舒服 道歉 給一個比較舒服的地方道歉 委員道歉要真誠 不是自在啦 他有現在銜聲線道歉 公開道歉 有都有 那不要怪馬英九總統 其實你說 那個場子為什麼奇怪 人怎麼那麼少 或是說一下他講的時候 走了一大半 其實我聽說很多 五點都到了 坐太久了 馬總統要上去講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馬總統要講什麼 反正我沒有聽也知道你在講什麼 八點半年 其實八點半還滿熱鬧的 明天要上班 要工作 要讀書 對 但是我也不太贊成說 因為大家要站到台上去 所以下面空椅子那麼多 台上沒有那麼多人吧 以以往台北市狀況來看 這場算熱鬧還是冷清 我說實在話 一個直轄市不要說一個轄市 我過去的經驗 一個縣長動員大概要2萬 直轄市大概要5萬 才像一個在動員 現在不能過來 因為坦白講 這個選戰太能 所以大家在 可能對我們的蔡正元兄 有一點意見 是啦 或許他的行事風格 可能會比較正一點 可是當然我相信他也是 衛生文好 只是他這樣一個毫髮 大家認不認同 然後到最後是否真的加分 就要看選舉才知道 不過我們也是捏了一把能力 是不是 這個會是一個強烈對比 實際上柯文哲這個 已經決定不辦 像連勝文這種大型的造勢晚會 他辦什麼嘉年華 他說民眾去上街去慶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到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投票前 兩邊那種大型的造勢晚會 跟那種嘉年華 會是今年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我要問你 因為你對選舉操辦很多次 你有沒有發現國民黨最近真的什麼 開始衝出來了嗎 連羅蘇蕊都開始講了 他幫連勝文打擊什麼 他比鋼鐵人還厲害 連槍都打不倒 其實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動員來的場子 也就是說78點8點9點走很正常 尤其是用別地方再來的這個動員的群眾 不過難敢要找人走 因為晚一點就會黑鴉鴉一片 會找不到路 不過什麼叫動員來的 很簡單就是自己人 既然叫動員來就是講給自己人聽 所以那個場就是剛才弘文言也提到 事實上就是自己人的一個場子 至於嘉義華會不會覺得 在那個場子比較自然所以道歉 不過坦白講 對多數民眾來講 這個道歉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很廉價了 如果嘉義華能夠在台上講說 我現在保證 大家現在所吃的每一個油都是安全的 我相信民眾感覺就不一樣了 政政 這個會是一個強烈對比 事實上柯文哲這個陣營已經決定不辦 像連勝文這種大型的造勢晚會 他辦什麼佳聯華對不對 號召民眾去上街去慶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到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投票前 兩邊那種大型的造勢晚會 跟那種佳聯華 會是今年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第一個我要問你 因為你對選舉操辦很多次 你有沒有發現國民黨最近真的什麼 開始衝出來了嗎 連羅蘇蕾都開始講了 他幫連勝文打擊什麼 他比鋼鐵人還厲害 連槍都打不倒 其實這個 一開始就知道是動員來的場子 也就是說 78點 8點9點走很正常 尤其是用別地方再來的 這個動員的群眾 不過難敢要找人走 因為晚一點就會黑壓壓一片 會找不到路 不過什麼叫動員來的 很簡單就是自己人 既然叫動員來 已經是講給自己人聽 所以那個場就是 剛才宏偉演員也提到 就是事實上就是自己人的一個場子 至於江一話 會不會覺得在那個場子 比較自然所以道歉 我坦白講 對多數民眾來講 這個道歉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很廉價了 如果江一話能夠在台上講說 我現在保證 大家現在所吃的每一個油 都是安全的 我相信民眾感覺就不一樣了 那個道歉是應該一個月前 兩個月前的事情 不是現在 在什麼場合對我來講 1.1都沒有 其實看到昨天那個場合 這個馬跟吳跟江還有聯聖文合體 其實我是滿樂意看到這個畫面的 因為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 你沒辦法切割了 民進黨希望看到國民黨這樣合體 不是 你就沒辦法切割了 支持聯聖文 票投聯聖文就是支持馬英九 票投聯聖文就是支持江一話 這麼簡單 這個在中南部也許有 沒有 回到一個點 就是很簡單 人民對於這個聯聖文的不滿 某個角度也是對馬江的 一個不滿的一個結果 但聯聖文本身有問題 反正就要說聯聖文沒辦法說 用透過假裝切割 然後所以放畫藥加一畫下台 就讓自己覺得好像 欸 我也是站在大家一邊了 剛才又請問到一點 為什麼當小孩子的時候 好像支持度比較高 登大人或支持度就不高了 很簡單 因為當小孩子說真 比較真 比較純潔 比較純潔 他該講 馬英九不對他就敢講 那大人叫邪惡嗎 不是 大人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事故 然後比較會計算 然後之前要講出來 會不會得罪人等等的 聯聖文就這樣子 以前在當小孩的時候 或是所謂高英的時候 他覺得馬英九不對就敢講 大明王朝 這是所謂的丐幫 他敢講 所以人民覺得是真 反過來講 我覺得柯文哲之所以 得到很多人認同 也是因為他真 雖然有些話聽起來有點突兀 所以有人覺得好像 這個不該講吧 這個大人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他都在觀察說他變動的時候 會不會講錯話 對 他的風險 他冒這個風險 但是我覺得 回到剛才講前提 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 蔡振元不是蔡振元委員 他就是蔡振元總幹事 他講的每一句話 做了每個動作 某角度一定有 連是我們的默許 或是背書 選過去的人都知道 總幹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他不是想幹嘛就幹嘛的 因為他做的任何一個動作 講的每一句話 都代表這個總部 而且他說名單給重要人士看 這重要人士到底是誰 對啊 沒有錯 不過回到一個點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對手有兩種 一種是神一樣的對手 一種是豬一樣的對手 但是我覺得 這個蔡振元真的是 像神一樣對手 神到我們這看不懂 他在玩什麼 舉個最明顯的簡單例子 他說要故莊要拔莊 理論上什麼時候 是在曝光之前去見低一周 怎麼曝光之後才去見低一周 這惹人家發怒 所以我覺得他只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得不到你 我就毀了你 為什麼 很簡單嘛 你去事後曝光 人家不高興再去 故莊搶莊 搶不回來了啦 所以那個動作 就是完全讓人家看不懂 那我覺得那就是 連勝龍在背後 有沒有認同許可 她的種態是觸動的事情 我覺得連勝龍也不怕切開 怎麼在那邊變非典型 對啊